為了防範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 所以在體育賽事方面 是陸續要求觀眾 甚至是球場的裁判和教練 必須要施打疫苗 在美國網球協會就宣布球迷 必須要出示疫苗施打 證明才可以進場 至於NBA也要求在下一個賽季 開始會接近到球員和裁判的工作人員 都要接種完整疫苗 Delta變種病毒傳染快 澳洲十八號宣布過去二十四 小時內新增一千一把 二十六例新冠病毒確診患者 創造六月中出現Delta變種病毒的 單日新高 其中有一千零三十五例確診 都在新南韋斯州 是當地疫情六星以來 確診記錄新高 在全球各國疫情嚴峻下 美國網球協會二十七號發出聲明表示受到紐約市市長辦公室的強制要求 進入球場觀賽的球迷包括十二歲以上的觀眾 都必須出示至少一劑的疫苗接種證明才能夠入場 同樣要求接種疫苗的還有美國直爛NBA 要求所有在比賽中跟球員裁判距離在十五英尺以內的工作人員都必須在新賽季開始之前接種完兩劑的疫苗 而球隊工作人員包括教練管理階層跟其他球場邊的工作人員 像是講評 攝影師還有安保醫務人員等都必須在十月一號前接種疫苗 不過現階段並沒有強制要求球員要接種疫苗 體育賽事要求觀眾跟工作人員施打疫苗 對於疫苗不足的非洲國家 德國則是決定將提供七千萬劑的疫苗給非洲各國 德國總理梅克爾認為在局團體會議上 許多國家都認為非洲需要得到生產疫苗的機會跟權利 梅克爾相信可以逐步轉移技術以允許在非洲生產疫苗 各位新聞全聲鼻翼